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便是自我构造 也便产生了空想之果 有构造就会有毁灭 空想国几乎只有在圣州深处才会形成 而形成后最快两三天就会消失 最慢 可持续性存在的可拿数月之久 而其内部更是变幻莫测 创造和毁灭的更替速度惊人 可能突然构成传说级别的果实 然后转眼消失 也可能迅速净化出全新的低等物种 又化为尘土 这里的每一秒都是未知的 虽然我是最近才开始调查空想国和构造者之间的相关情报 但这个空想国出现的圣州以外也太奇怪了吧 援助者也不该出现在这里啊 人类成年体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吴带你来是为了让你回答问题 而不是问吴问题 为什么要站那么高说话 是因为喜欢服侍别人吗 回答问题若有欺瞒 无便取你向上人道 你所见到的构造者 是谁 你的反应着说的恶心呢 好了 感觉到哪里不一样了吗 我已经把构成力注入到你们体内 我可以带动你们体内不多的构成力进行运动 就如同对每一个神经细胞进行重新清洗一样 只要有一丝动力注入其中 它就会像涌动机一样运转下去 构成力觉醒之后 会自动重新构造你们的肉身 越是熟练掌握构成力 被影响的肉身也会更强大哦 这 这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你们之前获得过圣州的馈赠吧 不论是弄林花果 还是狂王蛇血清 其效率都不是你们现在的构成力可媲美的 补充一句 圣州的馈赠都是有实现和副作用的 而构成力改造的肉身只会让你越来越强 所以 以后要努力点哦 小哥 若是照你所说 前面有那么多可怕的援助者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吧 本来就没打算让所有人来帮忙 阿玲 这里有四个人按照三分之一的概率来推算的话 至少能堵中一个吧 阿玲早就偷偷扫描过了 是他 缺醒了幻想构造 搞定 太帅了 是什么能力啊 可以取个名装 把自己的能力告诉别人 这行为真的很愚蠢啊 要不我们做个交换 少爷 阿玲分析好了 他右手边那张面具的背部 可以百分百的吸收力 而左手边的面具 能够无需戒指地把右脸的受力 直线性释放出去 比攻击目标距离越远 威力就越小 有效杀伤范围在 15米以内吧 而且 他们只能承受队伍的实力 锐气会伤到面具 可受力目前极限约是25吨左右 还是蛮脆弱的 不过这对构造物 有一个非常实用的附带特技 就是顺一诱少爷 这个小姑娘 不仅能探知周身现实 甚至连未知的幻想构造信息 也能完全掌握 这 这也太作弊了吧 能力不错嘛 那么接下来 来拟定作战计划吧 两转立面 这是这个能力觉醒时 在我脑中自行显现的名字 仿佛是他自己取的一样 不过我不喜欢他 自作主张取的名字 所以我决定叫他 公寿体 我不同意 我要自暴自弃了呀 如果你遇到其他 坏线工作者的时候 他们自暴家门 在下的能力是纵横世界直壁 或者 我的能力是黑暗天堂 又或者 本座的能力是斗战皇太子 那时候 尔伦闹你只能 人家的能力是公寿体呢 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啊 如果现实 偷偷出了一个东西 即使是这个罢头战 我也要叫他 我罗大 你只彩虹罢头说的 我们来分组吧 我罗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